第37题,37-39题是题主 秦莫德社团发表会 科学研究社准备运用科学原理来布置鬼屋 希望能创造亮点 现在同学们请动动脑 用学习的科学知识 来帮科学研究社的同学完成鬼屋的设计 是回答37-39题 第37题是问 鬼屋设计路线如右图 小云想以雷射光沿着地面投射光束 并利用透镜使光束折射往右偏 来指引参观路线 请问下列哪个摆设 无法指引图中的路线 我们晓得凸透镜会汇聚 凹透镜会发散 选项B是凹透镜 那么它会发散 所以它往外面偏 往右偏 所以选项B可以 选项C是凸透镜 凸透镜会汇聚 那么我们发现它往右偏 它会往内说 表示它是汇聚 所以选项C也可以 选项珠也是凹透镜 那么它也会发散 然后往右偏 所以选项珠也可以 但是选项A是凸透镜 凸透镜应该会汇聚 它应该所以它会往左边偏 而不是往右偏偏 所以选项A不可以 所以第37题问我们说 请问下列哪个摆设 无法指引图中的路线 我们答案选的是A 期待